俗话说冬至不端饺子晚 冻掉耳朵没人管 今天做了一锅饺子 馅料鲜嫩又酥香 出锅一口一个真解馋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红薯粉条 把它折得短一点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绿萝卜 先去头去尾 再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萝卜去皮之后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嫩 然后再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擦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锅中提前烧一锅开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然后把擦好的萝卜丝 放入开水锅里焯一下水 加盐能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加油能锁住萝卜的水分 营养不流失 焯水40秒左右就可以给它控水 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过一下 凉水 过凉之后的萝卜丝 颜色会更加的翠绿 然后用手挤干里边多余的水分 挤好之后放在案板上用刀给它剁一剁 剁得碎一点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剁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少许的食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比平时炒菜的油多一点 油热之后放入处理好的粉条 给它炸一下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 然后给它翻个面 使粉条受热均匀 最后给它炸脆炸透就可以了 给它盛出来 放入一个大碗中晾凉 锅里留一点底油 倒入搅好的鸡蛋液 用铲子给它炒散 炒成鸡蛋碎 像这样就行了 盛出来放入萝卜丝里面 这时候我们的粉条也晾凉了 用擀面杖给它捣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放入萝卜鸡蛋馅里面 不但能吸水还能增香 再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馅料里面 下面调一下味 放入适量的食盐 一勺花椒粉 少许的鸡精 适量的蚝油 最后再加入几滴香油增香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现在闻起来就已经非常的香了 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取一张饺子皮上面放上调好的馅料 用自己平时习惯的手法包起来就可以 像这样一个漂亮的饺子就包好了 锅中提前烧开水加入一勺食盐 依次下入包好的饺子 饺子全部放进去之后 用铲子沿着锅边推动几下 防止粘连 然后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打入一勺凉水 这样煮出来的饺子里外熟的比较均匀 速线的饺子打过一次凉水 就可以看着饺子全部浮起来 像这样圆鼓鼓的就是熟透了 控水捞出来放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萝卜粉条饺子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皮薄鲜大味道鲜美 尝一下萝卜特别的鲜嫩 粉条酥香又入味 真的是太好吃了 营养搭配非常的均衡 食材也是非常的简单加长 喜欢你也试试吧 今天给家人做了芝麻烧饼 层层酥香 做法简单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的酵母 搅拌混合均匀 用180克不烫手的温水和面 搅成棉絮状 加入10克的植物油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偏软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面半个小时 一大勺的面粉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加入稍微多一点的五香粉 用烧开的热油泼一下 搅拌混合均匀 油酥就调好了 面已经发好了 取出来移到案板上面 揉搓排气 然后搓成长条 均分成8等份 把每一个小剂子都滚圆 然后搓成长条 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醒面10分钟左右 案板上抹一层薄油 取一个剂子拍平 然后用擀面杖上下推开 再拉伸成长条 用擀面杖稍微擀一下 擀薄一点 铺上一层油酥 用手将它抹开 从一头卷起来 边卷边往后拉伸 拉得越薄层次就越丰富 卷好之后上下往中间挤压 按压成一个圆饼 准备一点白芝麻 把饼的两面都沾满白芝麻 用手按压一下 防止芝麻脱落 芝麻越多吃起来越香 垫饼铛或者是平底锅预热 稍微多刷一点油 放上饼坯 表面稍微刷上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用中火烙制 大概两分钟左右 给它翻一面 两面换着煎 全程七到八分钟左右 煎至饼皮按压能够迅速回弹 表面的芝麻变成金黄色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芝麻酥饼就做好了 因为是发面的 所以整个饼非常的柔软 但是外皮非常的焦酥 打开里面的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 因为是发面的特别好消化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